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恐怖石头冲 影片一开场就是一场激情四射的暴风雨 防导乌塌电闪雷鸣啊 这鬼天气太适合夜情了 第二天的一早 大眼妹从一场春梦中醒来之后 被开始洗白白了 她是搓完上身搓下身的 看她搓得这么忧心啊 估计这身上的银啊 最起码得有一两斤 大眼妹洗完澡 正在窗户前面穿衣服的时候 刚好被疯狂暗恋她的大块头看个满眼 大眼妹一看大块头目露胸光一脸的吟笑 当时就被吓叫 转场之后 大眼妹正在跟她的妈咪桑大婶先聊 桑大婶说 你跟你男朋友眼镜哥是怎么认识的呀 大眼妹说 我们是在一个商品展览会上一见证的情 后来我们吃完热干面就去了开解酒店 桑大婶说 黑猩猩遇见大猫猴 你们俩可真是臭味相投啊 大眼妹说 她这次来也没有一点的嫌念 纯粹是就想跟我见一面 桑大婶冷笑了一声说 我开过的车比你见过的车都多 她这次千里迢迢来咱家 肯定就是想跟你啪啪啪 转场之后 大眼妹开着大块头的卡车啊 去机场接自己的心上扔眼镜哥 大眼妹手脚并用紧握方向盘 一看这车机啊 明显就是老驾驶员了 而此时的眼镜哥啊 由于大树拦路已经提前下了车了 这个时候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当眼镜哥正在伸一脚 浅一脚而抄近道 突然看到大眼妹正在树上 冲她咯咯的笑 哎呀 这才叫姐夫哥点了小姨子的钟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痛啊 眼镜哥说你可真牛逼啊 这种车你也敢开 一看就是老四季了 大眼妹说啊 这是大块头的卡车 她爹地开了一个蠕虫工厂 专门制作鱼儿 这车厢里啊 装着十万条蠕虫呢 都是高蛋白低脂肪 吃了以后欲望强 一准能变成抽榴王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我弄几条你先尝一尝 半路上啊 趁着大眼妹去买东西的时候 眼镜哥走进了一家咖啡馆 听到警长啊 正在跟老板大兄姐吓唬砍 警长说这场暴风雨啊 导致咱全镇的供电都中断了 而且那三十万幅的高压线呢 直打地面 大兄姐一听就是一阵仿尘 说这么强的电流 谁碰上不在里面饭 当眼镜哥正在喝饮料的时候 本片的大反叛如同突然出现 把屋里所有的人吓得 顿时当下就是一颤 眼镜哥说 今儿你要是不赔我个百八十万 我就砸了你的电 警长一听可就不干了 回到家之后 大眼眉把眼镜哥 介绍给了自己的妈咪和妹妹 说这位就是勤劳勇敢的眼镜哥 不仅赤苦奈劳还会开车 比咱家那头老叫驴可能干得多啊 随后大眼眉准备带着 喜欢古董的眼镜哥 到古董商家里转一转 当两人刚开车上路 就被大块头给拦住了 大块头的爹地绿帽子大叔说 刚才你开我们家的卡车 去接这个小混蛋 我车上那十万条蠱虫可全都不见了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不 绿帽子大叔说完呢 又把儿子踏块头数了一遍 说儿子啊 我知道你对大眼眉有邪念 但你也得看看自身的条件啊 好男儿志在此方 跟你爹也学去 宁可站着打手枪 也不能跪着把心上 转场之后 大眼眉带着眼镜哥 来到了古董商的家里 可大眼眉敲了半天的门呢 也不见古董商的人 当两个人在院子里 瞎悬磨的时候 大眼眉突然听到草丛里有动静 她走过去一看呢 当时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当大眼眉和眼镜哥 带着警长来到古董商家的时候 发现那具骷髅啊 已经消失不见了 警长没好气的说 你们这两个小混蛋 要是再敢拿我们人民警察耍猴 我就让你们俩一起进去吃锅头 转过天 大眼眉和眼镜哥 在大块头的卡车上啊 无意中发现了那具骷髅 为了表示歉意 大眼眉和眼镜哥 主动邀请大块头去钓鱼 眼镜哥在挂鱼饵的时候啊 不小心被如虫 吭吃咬了一口 眼镜哥这边刚离开去处理伤口 大块头那边啊 就极不可耐的对大眼眉动起了手 大眼眉说 我可是大家闺秀啊 你别赖行想吃天鹅肉 大块头一听就急了 说我爱你可不是一两条了 眼镜哥那孙子要是再敢碰你 我立马报了他的句话 大块头说完就开始强行索吻 大眼眉虽然有些贪软 但理智最终还是占向了情感 大块头摔倒之后啊 那些如虫一哄而上 马上就把这孙子给破了像 为了查清真相啊 眼镜哥拽掉骷髅头 和大眼眉的妹妹叛逆妹 一起来到了当地的牙科诊所 经过比对啊 两人发现这具骷髅头啊 正是古董商 随后大眼眉和眼镜哥啊 来到了大块头的如虫工厂 眼镜哥瞎寻摸了半天呢 突然发现绿帽子大叔 已经被蠕虫给毁了餐了 这个时候大眼眉和眼镜哥才意识到 那古董商啊 肯定就是被这些蠕虫给吃掉了 转场之后 当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 外边那棵外博树突然跑进来添乱 看着自己的房子砸出那么大一栋 桑大人差点就犯了心脏病了 眼镜哥利用自己所学的生理卫生知识 当即做出了判断 认为这些蠕虫之所以繁殖力这么强啊 全是那三十万夫的高压电宝的毛 当眼镜哥去树林里找木板 准备维修房子的时候 突然被还没死透的大块头给袭击了 眼镜哥瘦小酷干 很快就被自己的轻敌给做梦圈了 到了晚上 当叛逆妹正打算去卫生间洗白白 那些蠕虫啊突然就汹涌而来了 叛逆妹一愣 当时就犯了密集毁症 当眼镜哥光着膀子回到大眼妹家的时候 大块头突然又出现 大块头说我才是大眼妹的真爱 眼镜哥说大眼妹早就是我的菜 大块头说我今儿必须抱了你菊花 眼镜哥说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人真儿 两人你来往往掐了真高兴 大块头一不留神的掉下去直接就送了命 当眼镜哥和大眼妹正打算窜到树上逃命的时候 大块头阴魂不散又出来捣乱了 哎呀这剧情设计的也真够扯淡 不过这次眼镜哥可没犹豫 七里咔嚓就让大块头见了上帝 第二天的一早 由于镇上通了电呢 那些蠕虫啊也跟着玩了蛋了 幸免于难的叛逆妹透过窗户一看呢 才意识到这黑猩猩和大马猴会上树 这石肉虫拿他们也没法办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鸭精吧 平时必须要防范 大灾之后有大难 一旦遇见石肉虫啊 首先得往树上窜 就不见了 ��七日红 她的镇子 个简单 僕有看到 我 我们在这家里 我们在这家里 我们在这家里